朋友们大家好 家里边的电脑放一段时间之后 等我们再用的时候 它就不开机了 像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 不开机以后 大家先不要着急去维修电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 四种最简单好用的维修方法 假如这个电脑 我们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像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源线 如果电源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大部分都是这个开关的问题 因为这个开关放置时间长了以后 它这个内部接触不了 它就会出现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能确定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首先要找到主板上 这两条线 这个线我们先给它拔开 看一下上面有字母 我们看一下 这上面字母写着PUW12 这就是开机键上面的插头 我们把这个插头拽下来 然后用个镊子我们看一下 我是从这边拽下来的 然后用镊子给它短接一下 没有镊子的话可以用个铁的东西也是可以的 我们短接下这两条线 如果一短接这个风扇可以转了 能启动了就证明确实是这个开关坏了 如果短接以后还没有任何反应 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主板问题 或者是电源的问题 短接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我们就需要检查这个电源 我们把电源上面这个插头拽下来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些线 这些线上面是有绿色黑色是吧 我们可以找个铁丝或者是这个镊子都是可以的 把这个黑线和绿线我们可以给它短接一下 如果短接一下之后短接住 大家记住这儿是不电源的 没有电 这儿就是启动线这儿 把它短接上去以后 如果这个风扇转了 就证明这个电源它是不坏的 如果电脑开机以后啊 风扇转都正常 就是显示屏黑屏 显示无信号 像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键盘 看键盘上面 这个1这边这个直视灯亮不亮 如果直视灯亮 就证明这个电脑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它已经开机了 开机没有信号 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电脑连接显示屏的这条VGA线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出现在这条线上面 我们把这条线给它拽下来 然后再从插上试一下 还有显示器这边也是一样 给它从插拔试一下 如果开机黑屏 然后这个直视灯也不亮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把它先断电 断电以后 我们把这个内存条给它擦一下 这个内存条时间长以后 金手指氧化 它就会不开机 我们把这个内存条拿来后 用A4纸或者是用橡皮 都是可以的 把这个两面都给它擦一下 要使劲擦 把这个氧化层都给它擦掉 擦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装上去 如果有两条的话 把这两条都擦一下 一定要把内存条按到底 然后我们在通热电来测试一下 那顿条氧化出现不开机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擦完之后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主板上面 这有个扭扣电池 我们需要把这个扭扣电池给它拿下来 第四种方法就是把电池拿下来 拿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电源线去掉 去掉之后 我们按几下这个开机键 给这个主板放下静电 按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扭扣电池装上 装上之后 我们通热电来试一下 电脑不开机 大部分都没有真正的坏 其实都是些小问题 只要是按照我的方法 一般都能修好80%的电脑 如果方法都用完以后 还是不能开机 那就是肯定有问题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把它拿到维修店去维修 今天教大家一招 只需要用一条电线 就能快速的判断出 家里的这些出电器 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像家里的电器设备不能用了 我们不知道出电器 到底是好的是坏的 没有网表测量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一条电线 就可以快速的准确的判断出 它到底是好的 还是坏的 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又好用 我们来看 像这个充电器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呢 先把它插在这个插牌上面 我们来看 把它插上去了以后 上面是有的是带纸织灯的 带纸织灯呢 我们来看 插上以后啊 这个纸织灯不亮 不亮的这种啊 肯定啊 就说明是它坏掉了 我们给它拔掉 然后呢 再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我们来看 把它插上去以后呢 来看 上面纸织灯是有的 它是亮的 亮呢 也不一定代表 它就是没问题的 是吧 说不定它也是不能用的 是个坏的 那么怎么判断好坏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把这条电线 给它 先拨出线头 我们用它就可以准确无误的快速的判断出 这个充电器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看 我们这边拨出线头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一端也给它 同样的拨出线头 拨好了以后 我们把这线头呢 先给它拧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法呢 其实比弯弯表还要好用 有很多人呢 它也不会用弯弯表 再说呢 也有很多人家庭啊 没有弯弯表 我们把它拨好了以后 判断它好坏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 先把这个拿掉 我们来测试下这个 把它插上去以后啊 这个灯也是亮的 亮是吧 我们怎么判断它好坏呢 我们把这条线 给它线折过来 折成这样子以后 然后把它塞到充电器插头里面 然后呢 这边这个线 给它接触到这边 我们仔细看一下 上面的指灯 你看看 接触上来后 这个灯就灭了 松开就亮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 这个充电器 它就是个好的 如果它坏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接上去的时候 这个灯 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只要有变化 就说明 这个充电器 它就是个好的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 给它接上去后 指灯 一直是亮的 没有任何反应 像这种情况呢 就说明了 充电器 是这条线断掉了 我们给它换条线 就会快速的修好它 这个方法呢 比文案表用起来 还更加方便 更加好用 朋友们大家好 电烙铁 是我们维修过程中 常用的维修工具 像这个实验长以后 烙铁头容易出现氧化 它氧化以后 它就不容易粘锡了 然后它这个头这边 温度它就也没这么高 像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直接换个烙铁头 这样有点浪费 现在我教大家个方法 这个烙铁头 如果氧化特别厉害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找个刀片 刮一下 如果氧化的不厉害 我们就可以不用刮 我这不怎么厉害 不刮也可以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 把烙铁通上电 等烙铁头热了以后 我们可以蘸点松香 然后找个废的电路板 找一块有铜皮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 抓也有锡 在这给它磨几下 给它磨一下 然后 给它这儿再多上点锡 这焊锡可以多来点 然后我们这个烙铁 烙铁就在这个上面 让它磨几下 把这个氧化层给它磨掉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用了好几年了 然后再蘸点松香 这个磨完以后 你看这个烙铁头上 就粘了好多锡 看上面的锡特别多 就是我们在不用的时候 可以给它上点锡 这样的话 容易保护这个烙铁头 它不会出现眼晃 本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评论家关注 再见 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塑料料破损 有窟窿 我们用面粉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修复好 比如就这个塑料盆 我们给它修复好以后 非常的耐用 而且呢 它也不会漏水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操作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 首先呢 第一步 我们先需要用点 一个这个胶带 我们把这个盆 里面呢 先给它沾一下 先堵一下 先把这个壳 这个洞给它先堵住 这样堵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用个东西给它先 把这个面粉 我们给它撒上 给它先糊一层 让给它糊完以后 让这个面粉和这个盆 是一样平的 就糊成这样子以后 然后呢 我们看 接下来 我们用点这个胶水 平常用的502胶水 都可以啊 用点胶水 我们再给它点点胶水 我们看 用这个方法 补好的这个盆 非常的耐用 也非常的牢固 弄上胶水以后 然后把胶水往上 拨一拨 让它先完全都 搅拌在一起 再加点胶水 然后我们再往上面抹一下 然后把周围这些 我们给它清理一下 找点纸可以擦一擦 你看过了两分钟 它就干了 听下来的声音 非常的坚硬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把里边这个胶带 给它先撕掉 就不需要用它了 把它接下来以后 这个里面 也是非常平整 非常光滑的 然后呢 我们往里边倒点水 看一下它漏不漏 你们看 水倒进去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边 你来看 一点也不漏 怎么样呢 用面粉 补水盆 看来这个方法 确实非常不错啊 把它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 家里的电磁炉 或者是一些家用电器 按键失灵 或者是不灵敏 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好用的方法 教大家一招 不用花一份钱 就能把它修好 不需要用电烙铁 也不需要用万用表 方法呢 非常简单 首先看这个旧阳电磁炉呢 就是这个开关 你看 没有任何反应 按很多次 它也不开机 遇到这种情况呢 首先啊 第一步 先把这个 插头给它拔掉 然后 把外壳拆开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情况的维修方法 首先呢 第一步 先把这个按键板 给它先拆下来 这个方法呢 适合所有电器设备 包括数码产品 上面使用的这种按键 失灵的一个解决方法 拆下来这个板以后呢 可以看到上面一排都是用的这种触电按键 首先呢 先找到这个开关上面这个触电按键 看到这个外观啊 是有点好像进水 氧化 出现这种 这个按键失灵 或者是不灵敏 像这种触电按键 无论是这种呢 就是外观没有氧化的好不好 像这种呢 也就是啊 用了它都有一个通命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 它都会出现这按键失灵 或者是不灵敏 遇到这种情况呢 一般维修的时候呢 都是直接换一个这样的触电按键 但是呢 需要用电量铁 也需要有这样的配件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配件的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啊 不用换配件 也可以来维修 首先啊 看这个 按键上面都有四个小黑点 它就类似于相当于是锚钉一样的 给这个金属铁片上面锚着呢 我们呢 就是先把这些给它刮一下 然后 把这 先清理一下 清理差不多之后 然后呢 把这四个类似于锚钉一样的东西 这样竖着一圈 给它 切一下 把锚钉这个帽啊 给它 切小 把周围这四个帽 都给它弄小了以后 然后呢 就用这刀片啊 轻轻的 把上面这个金属片 给它撬开 撬开了以后 把它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 可以看到 第一个上面这个 是一个按键 按钮 把它先放到这 备用 然后这个里边呢 是有一个金属弹片 把它先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啊 把它也先放到一边 首先呢 先在这个 它出现这个按键失灵的原因呢 就是你看啊 这个中间这个点 出现氧化 还有两侧 这两个点 氧化 引起的 首先呢 就用这个刀片啊 在这个中间 把这个氧化层 给它轻轻的 刮掉 刮完这个之后 然后还有两侧这个 也刮一下 好 就这样刮完以后 下一步呢 然后还有这个金属弹片啊 也和这个弹片 中间啊 也给它刮一下 刮的这个金属弹片呢 是刮内侧啊 下面这个内侧 给它刮干净 这个呢 就是触电按键 它的一个通病 时间长了以后 内部氧化以后 它就按键失灵 不能用了 刮干净之后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片啊 还是一样啊 这样扣着 给它再放进 这个槽里面 放好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按键放上 最后呢 把上面这个鸭片啊 金属鸭片 再给它装上 按压一下周围 让它再固定到原位 好 看一下装完以后 就这样的 然后呢 给这四个 脚的位置 再给它冒一下 用个刀片 或者一个铁丝 在火上烤一下 给它加下热 就这样热了之后 然后呢 给它按压一下 这四个位置 四个脚 OK看啊 就这样 就可以了 按压的感觉 和以前都是一样的 现在呢 把这个安装起来 我们来测试一下 来看一下 轻轻的一按 就管用 非常的灵敏 和新按键 效果都是一样的 手机坏了 出门电 不想花钱 去找师傅修 而且自己又不会修 像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别着急啊 我教大家一招 手机不能充电 像这种情况呢 一般呢 都是手机后边的 这个充电口的问题 它坏的最多 像这种情况呢 自己又不会更换充电口 像这种情况 给大家分享 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好用 就是呢 从网上买一个这样的 先看一下啊 就一个这样的 这个东西呢 叫做尾插小板 给大家先拆开 来看一下 每个手机都有这东西啊 先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充电口 然后呢 维修事务呢 一般都是直接更换一个充电口 像我们不会 不会玩电浪铁 也不会用电浪铁的朋友们 只需要呢 买个这样的尾插小板 总成就行了 每个手机都有啊 其实呢 买个这个 只需要呢 用螺丝刀 把它拧上就行 买这个小板的时候呢 看一下 带的工具 还是比较齐全的啊 各种的螺丝刀 都有 是吧 然后呢 还带一罐小胶 所以说呢 遇到这种情况 只需要呢 只要自己动手能力强 把手机拆开 把这个东西 给它拧上就行了 好 现在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手机更换 尾插充电小板的方法 这款手机呢 在重担口的位置 旁边有两颗螺丝 先把这两颗螺丝卸掉 然后再把卡托拿出来 好 现在呢 就开始拆这个后壳 找个锡盘 给它吸一下 拆这个屏幕 需要小心点 因为这个手机呢 屏幕它已经摔烂了 拆的时候也注意 不注意的情况呀 有可能啊 等换完尾插之后 再装上这个屏幕 又报废了 不能用了 把手机关机后 先把电池 把电鞋断掉 OK 断了电以后 把上面这个铁罩 给它拿下来 尾插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下边这一块呢 是尾插小板 把这个小板 给它拿下来 上面两个排线 什么排线 卡扣先扣开 然后这个小板就拆下来了 这个就是重点口 维修师傅呢 一般维修啊 就是直接更换一个 这样的重点口就行了 如果大家在维修 这种情况的时候 直接换一个这样的小板 最省事啊 因为不需要用电烙铁 只需要呢 用把螺丝刀 就可以把它更换下来 操作方法 也很简单的是吧 然后呢 这是一个新的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 把这个给它安装上去 就行了 这个方法最简单 而且呢 也速度也比较快 关键呢 是码个的小板 也挺便宜的 所以呢 不需要单独 换这个尾插 也是可以的 拆的时候 就是怎么拆的 再怎么把它装上就行了 这是一个 天线的亏线 先把这个装上去 换好以后呢 先给手机开机 然后呢 试一下能不能充电 先看一下 没问题是吧 可以充电 这个时候呢 到最后啊 把这个瓶 给它再安装起来 就可以了 前一段时间 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就是这种望远表 给它改装 这个可充电锂电池 可以用好几个月 然后没电了 然后再充 也可以循环使用 这个里边用的就是一个两岸的生涯板 现在我又买了两个这个两岸的生涯板 这个用处是比较广的 这是一个光猫 这是一个路由器 假如我们家在停电了以后 他们两个肯定都不会工作了 不会工作 然后我们家里边就会断网 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家里边没有网的话 肯定是非常煎熬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用这种两岸的电源生涯板 然后给它做两个电源 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断电不断网的问题 我们打开这个电源生涯板 这个个头非常小 这个生涯板是两块多钱一个 然后这条DT电源线是几毛钱一个 他们俩加一块是3.5包邮的 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涯板 生涯板这边是输入 这边是输出 然后这个DT电源线 这个插头是5.5的插头 把这条电源线我们焊在这个主板上面 然后红色接待输出 正极 黑色是负极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焊两个线图就可以了 这就相当于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用个充电板 然后给它通上电 插上去以后 我们需要调下它的输出电压 我们看一下这个光猫后边 它这个电源这个型号 它用的是12伏的电 然后我们把它设置成12伏 生涯板这个侧面是可以调它的输出电压的 我们用个一字盖锥 然后调一下调到12伏 好了现在12伏 现在这个临时电源我们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通到猫上面看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没问题啊可以开机 然后我们这还有个路由器 路由器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制作一个这个生涯板 如果他们两个电压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用一条这个DT线 给它焊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头给这个路由器通电就可以了 如果他们两个电压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还得需要我们需要单独再制作一套这个 然后给它调成和它一样的电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然后这样就可以解决的解决家里边断电不断网 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家里的洋工器电池没电了 如果没有时间去买 怎么用这个5号的电池来代替上面的7号电池来使用呢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怎么使用这个7号的电池来代替这个5号电池来使用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好用的应急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非常适合这个小电池来代替这个大电池来使用 第二个方法呢 不仅仅就可以使用这个小电池来代替大电池 而且呢也非常适合这种大电池来代替小电池来使用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使用方法 就是这个小电池如何来代替大电池 你看直接放进去的情况下因为太松动 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家里找一个费球的钢磁球 然后呢给它剪下来两小块 其实呢这个钢磁球啊它也有个导通的功能 它也就是类似于瘫黄是一样的 把它放在电池盒里面 然后把这个小电池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截也一样 把这个钢磁球放上 然后呢把这个电池给它放进去 就这样放好以后我们来看 怎么样啊这个养工器就可以使用了是吧 这是第一种应急使用方法 现在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二种应急方法 就是这个大电池如何来代替小电池 我们看啊如果这样啊直接往里面放的话是放进去的 因为这个电池个头太大了肯定放进去 我们可以找一条电线把它拧在这个瘫黄上面 这个蓝色的线拧在上面瘫黄上面 就这样拧好了以后 然后呢把这个电线另外一头呢把它拧在这个养工器 也是一样啊也是拧在上面这个瘫黄上面 连接好以后呢然后把这个大电池放在这个养工器里面 接下来呢再找一角短的导线 给它放在这个小养工器上面 把没有电的这角小电池呢给它放到这边 这个小的电池是没有电的 它在这个养工器当中的作用呢 只是啊用它来固定这条导线 其实呢它没有其他的作用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这些大电池再给它固定在这个养工器里面 也是一样把这条线啊给它固定牢固了 固定好以后我们来看 现在这两件大电池就会通过这两个导线 把这个电送到这个小的养工器上面 而且呢这个大养工器呢上面也有电的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大电大养工器啊 我们看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然后这个小的养工器我们看也是可以使用的 现在呢这两个养工器都可以同时来使用 最后呢可以用个皮筋给它弄两下 把它固定一下固定好之后啊 想用这个养工器的时候呢就这样来操作 使用就行了 如果想用看电视的时候呢把它反过来 使用就行了 两用的 这个就是它第二个应急使用的方法 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呢 我们共同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不用的壁纸刀片或者是报废的壁纸刀片 我们给它接上两条线 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 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 我们来看 首先呢我们先用电工胶带 把刀片上面这个电线给它先粘一下 我们这样给它粘老布了以后 接下来把这边也给它粘一下 我们看就这样把两条线都粘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找几个这样的木头条 找一个薄厚差不多的不能太薄了 就这个可以 然后呢我们把它夹在这两个刀片中间 我们看 这样夹好了以后 然后呢 还是用这个电纹胶带 我们给它固定一下 先把这个刀片给它对齐 对齐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看 哎 这样前边给它 固定一下 然后呢在这个后边 再给它固定一下 我们看就这样制作好以后 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 来看 像冬天啊我们用水的时候 没有热水怎么办呢 其实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烧水了 烧水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 来测试一下 你看刚烧一会儿 这水马上就要开了 升温速度非常的快 冬天我们用它来洗脚洗脸 或者洗头 用热水非常的方便啊 用热水的时候 在使用的时候呢 最好啊 加上这种漏电保护开关 这样才会更加安全 对于一些不同电的一些亲手朋友 切记啊千万不要去模仿 烧水的时候用这个盆啊 一定要用塑料盆 千万呢不能用金属盆 像70年代的时候啊 还没有热水器 在烧热水冬天用热水的时候 很多呢就是工地电工 就是用这个方法烧水 速度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好用 切记啊 新手朋友 切记千万不要去模仿 家里坏掉的这些LED灯 很多人呢 都把它们当作废品给扔掉了 其实呢我们还可以接着啊 就是废物再利用 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 然后呢在这个灯内部呢 接两条线就能制作一个小夜灯 而且这个小夜灯呢 非常的省电 一年呢也用不了两度电 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 首先呢无论是这样的灯泡 或者是这样的灯条 都是可以制作的 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灯板给它拆掉 像这种LED灯换了以后呢 大部分啊都是这个灯板的问题 上面的灯珠坏掉了 它坏掉呢也不是全部都坏掉了 它只是坏一个 这些灯它都不会亮了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灯板 给它先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咱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小灯珠 这些黄色的都是小灯珠 这些小灯珠呢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只要啊是上面坏的 一般都是中间有小黑点 比如这个上面有个小黑点 就说明啊 这个有可能它就坏掉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呢 找下另外的两个 比如啊就是这两个是吧 我们就可以任意用一个小灯珠 就可以做一个小夜灯了 咱们先拆个小灯珠 就找一个这样的钳子 然后呢把这个灯珠给它 先剪下来 用钳子或者是剪刀都可以 剪个灯珠下来 OK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小灯珠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个小灯珠 它的两边都有这个通膊 用个刀片或者是 别的金属之类的东西 给它刮一下 刮开上面的这层白色的漆 刮完这一面之后 然后再刮一下另外一端 刮完以后呢 然后再需要一条 报废的手机充电线 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USB 这一端 把另外一端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 这个内部呢 是有四条线 我们只需要用这条黑色的 和这条红色的 用这两条线就可以了 然后分别把它们 拨出线头 区域的两条我们不需要用 就可以把它给剪掉 然后呢 用一个手机的充电头 把这条线呢 给它插上 然后把这个再插在插牌上面 现在咱们就把这两条线 分别接在灯珠的两个端子上面 看一下这个灯珠亮不亮 因为不知道它是哪一个是正负级 所以呢我们就任意接就可以了 这样接完以后它不亮 然后呢就把这两条线 再颠倒下位置 重新再接一下 OK咱们看一下灯珠已经亮了是吧 看一下这个亮度呢 还是非常亮的是吧 然后呢在这个灯珠小板上面 给它焊点焊锡 两边都一样 焊完以后呢 咱们就把刚才那两条线 还按照正负级的位置把它焊上 这边是负级 然后另外一端就是正级 好焊完以后啊 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灯珠亮不亮 然后还是一样啊 把这条线插在USB插头上面 然后咱们看 这个小灯珠还是非常亮的啊 咱们关了灯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 非常的亮 大家在改装的时候可以啊 在这个线根部给它裁断 然后把灯珠接到这一块 看着就更加美观了 这样制作的小焰灯 非常的省电 一年的也用不了两度电 好了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家里的橱柜门或者是衣柜门 上面这个脚链掉了以后 该如何不休呢 首先看一下我这个门啊 马上就要掉了 它原因呢就是 下面的这个脚链呢 看到没有 一脚扭不到这个门上面了 原因呢就是 门上面这两个螺丝孔啊 变得大了 它没有办法固定螺丝了 我们看一下啊 上面这个是有螺丝的 我们看 轻轻一放 然后就到底了 然后再轻轻一动 这门就掉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 像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 这两种方法呢 嗯 其实啊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 第二种呢就是 无论这个门这块坏的又多么严重 我们都是可以给它修复好的 在修复之前呢 首先啊咱们先把这个门给它拆下来 拆下来的 以后呢 我们处理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了 更加好操作 拆下来以后呢 首先咱们看一下 其实呢 像这种柜门用了实现场来以后 这个门呢 坏的是比较多的 问题啊 都是这个螺丝是拈不到这个柜门上面了 原因呢就是上面这个螺丝孔变大引起的 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是这个柜门它这个材质不好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螺丝啊 就是没有办法固定在这个木头板上面 看一下这两个螺丝按到底了是吧 然后轻轻一拿就掉了 原因呢就是上面这个孔变大了 给它解决方法呢 首先呢我们就是首先 找一个一次性筷子 我们呢其实可以用这筷子来给它修复一下 用这筷子呢只能修复一些像这种情况的维修方法 如果家里的柜门出现这一块掉了一大块 这也掉了一大块的情况下 就要采用第二种解决方法了 现在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的解决方法 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二种 就是掉的大面积掉下来的这种解决方法 首先呢我们用筷子的时候呢 先试一下这筷子塞在这孔里面紧不紧 如果紧的情况下就正合适啊 我们拿个锤子往这边砸一下 给它砸进去 砸进去之后呢 然后用个锯条或者是用刀片 把多余的这个部分给它切割下来 OK 然后呢另外这个孔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这筷子给它塞进去 一定要把它塞到底塞结实 然后呢也是一样 还是用这个锯条把它给割掉多余的部分 这样处理好以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这两个孔就给它都修复好了 而且这个面呢也是平的 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脚料给它 还是按照原来的位置 用螺丝给它拧上 拧好以后啊咱们来看一下它牢固不牢固 感觉拧的这个螺丝还是非常紧的 好这个螺丝拧到底后 然后再拧另外一个螺丝 这个也是拧的感觉非常的紧 好拧完之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 没问题是吧很轻松的就把这个脚料固定牢固了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 然后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种解决方法 好现在我已经把它又拆来了 假如这块坏的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不锈钢板 然后把这个脚链呢放到正上面 一标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这个不锈钢板 上面然后呢把这不锈钢板 我们把它再放在这个门上面 拧几个螺丝把它再固定到门上面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其实呢买个这样的不锈钢板非常的便宜 也就一两块钱一个 大家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 情况下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们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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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